對,我只講一次,因為很貴 對 等於是講掉很貴,等下先拿錢出來啊 你等下聽完,你就知道為什麼很貴了 嗨,各位美資金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內容會比較屬於 有點像知識性的內容 因為我拍影片拍了兩年多 那之前一直有陸陸續續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關YouTube的創作 的一些心得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屬於比較技巧面的問題 最近的點擊啊,訂閱 有一些明顯的成長 那雖然還是不足的 但是我希望能夠把我所知道的 分享給大家,可以讓自己 點擊也好,可以讓自己的 訂閱率可以持續的增加 那YouTube這幾年一直在成長 那其實有很多的創作者 跳進來拍影片 也就是說拍影片的人變多了 但是看YouTube的人到底有沒有變多呢 其實這個我們不知道 以前我們最常聽到國外的創作者 每天都拍一集 甚至一個禮拜最常要拍五集到六集 但是以Alan的思維模式啊 我覺得在目前的這個情況下 除非你拍的影片是對的題材跟內容 或者是粉絲真的非常喜歡你 像這一類每天都拍的創作內容啊 我覺得它並沒有辦法幫助到你 原因是因為現在拍的人太多了 那尤其是我之前曾經去聽過YouTube的一個分享會 他的簡報裡面寫得非常清楚 現在最多人拍的其實就是Vlog 但是吸引粉絲關注呢或者是訂閱呢 最低的也是Vlog 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在拍Vlog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花很多的時間 但是效益非常少 除非你很熱愛 所以呢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關於我對於影片創作內容的看法 還有提升訂閱率的技巧 各位都知道我最近有跟Tim哥合作 就是合拍一些3C開箱的影片 他剛好對這些內容有一些疑問 我當場就在現場跟他分享了一些我的心得 所以我們就在旁邊策錄了一集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喔 好不好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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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在如果你沒有到一個程度 其實那些錢幾乎是塞牙方都不夠 但今天你要把任多二麥幫我打通嗎? 對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因為現在大家都想要拍影片 然後或者更多人看嘛 那因為現在太多人在拍了 我舉個例子就是 在之前我們到5萬訂閱的時候 我是全台灣排名第359 喔 OK 可是你知道嗎 我訂閱數到6萬的時候 你知道我幾年嗎? 到6萬人的時候 我的訂閱數退了10年 聽得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表示說後面有一堆人也在拍影片 而且往上追 我們往前的速度落後於別人的速度 就後面的追上來 當然我們有可能趕過一些人 但是有可能後面的追上來 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訂閱數這個東西 就是看因為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 有兩種 第一個是你如果保持你的初衷之外 讓訂閱數可以更高 我們不要去划重取從或什麼 保持我們的路線之外 所以你必須在你現在目前 現有以前拍的所有影片 來做分類 就是到底哪一類的影片 才是你訂閱數最高 喔 那我所謂的訂閱數 又可以譬如說 除了訂閱人數還有叫做訂閱率 訂閱率 對因為你是做生意嘛 所以你會看報表 沒錯 做生意的那一套放在這個報表裡面就知道了 好 譬如說你哪一個產品是賣最好的 對 但是賣最好不一定是利潤最好 喔對 對不對 真的 真的 有時候它是充量而已 對它充量但利潤不好 拍影片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有的影片你 點閱率特別高 可是訂閱率很低 什麼叫訂閱率 每一百個人裡面有多少人按訂閱 嗯 這個是最重要的 喔OK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你要充訂閱率 對 你要的是每一百個人裡面 訂閱數最高的影片 這一類才是你要拍的 這樣聽到什麼意思嗎 我懂 我懂 那如果你今天要的是 廣告收益 廣告收益 那你就是狂拍 最多人看的那一款 你就不care那些訂閱率了 對 就好像我們在Facebook投放廣告的時候 我根本不在乎我的粉絲數量多少 我只在我投放廣告有多少人買單 對 我懂 我懂 沒有辦法像別人這樣每天拍片 對 你如何 不要每天拍片之外 訂閱數又不會落後人家 這是我們要去研究出 我們一套自己的路 喔 別人可能拍 一個月要拍二十部影片 對 假設時候可以一萬訂閱率 我們沒有辦法拍到二十部 我們白天都很好 我比你少 我可不可以十五萬 十五部就好 但是一萬 一萬的訂閱 這樣你才有花更少的時間 得到更多的效益 那今天我們研究報表 就是要來做這件事情 喔 所以其實看報表真的非常重要 看報表很重要 所以我之前不是有一個影片 是在講那個魔球嗎 對 他把一個很胖又肥的選手 拿來當作代打 對 他為什麼可以當他 他連可能跑 一壘都跑很慢 他跑不了二壘的 對 但是他上壘率非常高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從報表裡面來分析 對 對 譬如說你現在 你到你的數據 收財分析裡面 都會選擇這個 數據分析 來觀看時間 觀看時間 按下去 好 然後你把它選擇 好 你把它選擇 這裡是本季嘛 你把它選擇 全部總時間 總時間 然後總時間進來之後 對 你再往上看 它有一個匯出 匯出報表 對 匯出報表 按下去 然後Google試算 Google試算表 按下去 然後他就會跑出Google的試算表 你必須要開始做分類 蛤 要做分類 所謂分類是什麼 你可能是手機類別的 手機 或者是只是 生活類 生活類的 然後從這些分類 你把它分類 然後去看你哪些 現在出來了 對不對 讓大家知道我的分類是 比如說Tim哥愛開箱 Tim哥開箱 或者是Tim哥有什麼 Tim哥的生活 簡單的 或Tim哥成為主播 因為有人成為空姐 所以我們成為主播 但是我們最主要是 觀看次數 觀看次數 這裡 歐巴拉大 你們看到 這是觀看次數 這是訂閱人數 那什麼叫獲得人數 這是進訂閱值 獲得的減掉流失的 就是訂閱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訂閱人數 除以觀看人數 代表什麼 訂閱人數 除以觀看人數 除以觀看人數 就是等於說 你看了這邊 影片之後 然後因此去訂閱的人 每100個人 有多少 每100個人訂閱 我這樣講對不對 對 你看他頭上充滿 問他 他數學不好 問他在這 這邊前面再加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 其實就是訂閱率 我們等一下中文再打上去 那這個欄位 應該要等於什麼 等於 等於 D2 這是D2除以C2 D2 D2 所以C2 除以 斜線 C2 這個 對對對 Enter 好 這是你的訂閱率 然後把這個copy起來 整排全部都 往下拉 喔 對不對 我們把它弄成百分之一 OK 這是你的訂閱率 好 現在出來了對不對 對 你現在可以做一件事情 對 把它做 從意到排列 排序 排序 從訂閱率最高的排到訂閱率最少 為什麼我不拍Vlog Vlog是第一個 太多人在拍的 而他訂閱率超低的 他看的幾乎都是鐵粉 不是說我們不拍 我們不拍 但是我如果持續一直拍子給鐵粉 看我的訂閱率我是成長不起來 對 我後來是放棄拍Vlog之後 我整個訂閱率才上來 喔 然後我後來去分析過我自己的 訂閱的這個 訂閱率最高的 全部都是開箱 開箱 還有教學 哪一種東西也會很多人看 就是 我稱之為這個叫探索 探索 所以探索就是一個未知的東西 它是一個探索 譬如說 譬如說我有一集譬如說 帶大家去看滑翔培 喔 對 其實它其實你仔細看 它其實是虛擬的開箱 我們所謂的開箱就是我們今天把一個未知的東西 連創作者都不知道的東西 我們一起來看這是什麼 對 其實這種東西很多人看 譬如說 就像我剛講 譬如說去探索 我把這個稱之為探索 我也幫粉絲問 像有些人很想要開Youtube頻道 但是呢 他們會想要嘗試很多不同的面向 比如說像你開箱很強 可是我有發現到像Alan哥現在腳踏車很強 然後旅遊也很強 對不對 沒有旅遊是我們最弱的 旅遊最弱的 旅遊最弱的 旅遊最弱的喔 旅遊跟我們 把後來歸類之後 所有的顏色我分五個區塊 對 就是公路車 開箱 對 還有攝影 就是攝影 然後還有就是旅遊跟美食 旅遊美食 旅遊跟美食是 這所有區塊裡面吊車尾 吊車尾 然後訂閱率最低的是什麼 各位絕對沒想到 是什麼 公路車 蛤 為什麼 因為該訂的都幾乎都訂了 因為他是小眾市場 對他太小眾 公路車要不然就三萬 要嘛幾十萬的東西 對 那我們每次拍公路車看的人很多 我覺得訂閱率好的影片內容 我們最少要0.8%以上 就是一千個人最少要八個人 0.8%以上 如果是一百人就是0.8個 如果能夠一趴其實是最好的 你看嘛 你一個月如果可以一百萬 那是不是就一萬人訂閱了 對 那一年一年就十二萬啊 但我們不可能每一集都可以到一萬 那這個 為什麼可以到那麼多訂閱 還牽著到你的陌生流量多不多 你如果都是認識你已經訂閱了 他不可能訂閱再訂閱啊 對 一定是有陌生流量進來 才有辦法造成你的訂閱率變高 所以你的影片內容 你本來就一直要去處置新的 嗯 才有辦法讓你的訂閱率取來 如果你一直拍舊的 就像我講拍公路車 嗯 我們公路車一開始前幾年拍 訂閱率有上來 後面越拍訂閱率越少 大概只剩下 你是要幾%嗎 不知道 該不會也0.0幾% 0.12% 0.12% 0.11% 一個人才一個人訂閱 對 然後但是呢 公路車卻是花我們最多錢 跟最多時間 跟最多人 跟最多簡介 對 所以他剛好是在翹翹板的最了極 成本最高效應最低 對 那現在效應最高是什麼 我們拍開銷 譬如說我們一起拍開銷 那個華為那個 譬如說成本最低 但效應最高 對 成本最低效應最高 所以你必須要去用報表 所以要看報表很重要 哦 了解了解 那你這樣才能夠分析你的優點 在哪裡 對 不然我們都是盲拍 嗯 我們不知道 然後還有就是 你的有些訂閱率比較高 是跟 譬如說我們兩個合作一起 合作的 那個不能列入參考 OK 因為那個其實有點像交換廣告 哦 對不對 你來我的節目 我去你的節目 交換廣告 這種的粉絲訂閱率是不準的 不能列入考量 好 這樣今天我講的 各位聽得懂 那你跟粉絲說一下 所以沒有各位應該 因為我們的頻道 其實有很多創作者 因為可能拍到攝影器材的關係 對 那還有很多初學界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不要花錢去外面學一些有的沒有的 對其實 就是認真的拍影片就對了 外面很多在教你那些 就是因為他們自己拍不起來 但是賺學費比較快 好啦 那我來幫Alan哥做總結 做總結 我幫你開課好了 但是我 說實話 我今天很受用 真的謝謝 真的謝謝 這個是 你看都開始嚴肅起來 不是是真的很受用 剛剛我說我的課很貴 沒有一個人 沒有 很貴很貴 錢拿出來 刷卡 現在聽完之後 真的很受用 真的很受用 我沒有騙你 對 真的 我 我 我 認為他真的是可以一個開課 因為我覺得有實戰經驗 跟沒有實戰經驗 講出來的話 跟分析完全答案是不同的 我本來是 現在好不容易回到360名 這講完之後 明天後來變400名 沒有 但我覺得Alan哥也說的 他說我覺得YouTube 是大家一直互相成長的好地方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喜歡YouTube頻道 對 是沒錯 所以 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真的是 這台課真的很貴 你等一下 刷卡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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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口頭很快 可以嗎 現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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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手機隨便拿 快點 下次有機會 如果有 我又找到什麼樣的訣竅 大家分享 因為我最近就是因為利用這個 翹門 大概稍微調整一下這些內容 我們的訂閱率大概速度是以前 大概五倍 哈哈哈哈哈哈 先結尾好了 好啦好啦 沒有今天這個內容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很珍貴啦 但是我沒有 我是真的很受用 我大概受用有200萬趴 因為很多人在拍YouTube的時候 就跟我一樣很多迷惘的事情 然後雖然都會去看很多人在拍YouTube 但自己找不到自己的點跟方向 所以有時候你會變成亂拍 那我覺得你這件事情 會讓我們節省很多時間 我覺得多拍 是當練習 但多拍 不一定會讓你訂閱速快速的成長 拍對的跟做對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常常講一件事情就是 情能補著 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對 我們要做的是事半功倍的事 好 但是我也想要送給大家一句話 就是如果你們剛開始拍的話 持之以恆非常重要 對持之以恆 我這個是摸索了兩年半才摸到的 所以如果說你們現在剛在創作 就知道這樣子的方式 那我覺得他們賺到 沒錯 而且其實你真的多吸收他們這種 真的也是破五六萬的YouTuber 他們的很多的思維跟想法 我們從裡面學習到以後 我相信其實你的增加人數 會真的快比較多一些 這樣講 10萬20萬的聽到你這樣講 10萬20萬就不用來看 9man啊80幾萬 你就每天一做商務艙就好了 以上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各位有聽懂嗎 其實不一定你是創作者 才需要看懂這樣子的道理 無論你在工作上 或你在職場上 或你做任何的事情 你都必須要學習使用報表 來分析你自己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 來分析你自己的優點 或你的缺點 你要花更多時間 在你有效益的事情上面 也就是我們常講一件事情 把你的事情 花在你的專長上面 而不是什麼事情你都想做 當你什麼事你都想做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你是在瞎嘛 希望以上內容對大家有幫助 那 順便一提 就是Alan最近在 PressPlay已經開始在做 訂閱制的內容 那這個是屬於比較商業性的內容 也就是譬如說職場啊 還有創業的部分 因為自己創業 已經有17年的時間 然後在職場上也很長一段時間 有很多的技巧啊 有很多的心得 會與大家分享 好嗎 那如果各位對我的直播有興趣 可以關注我的Mass Business 第二個頻道 等一下影片後方會有一個人頭 那你可以點那個地方 就可以訂閱 那如果你想要專精的內容 可以到我的PressPlay的網站 去做訂閱 好嗎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今天到這邊啦 各位 掰掰 我們到這邊